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赤壁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立场以小胜多的战力 《三国演义》更是花了八回篇幅 浓墨重彩加以描述战争过程 其中的《蛇战群主》、《至极周瑜》、《草船借鉴》等故事 可以说是富有劫持 然而 对于这场战争 历史上的记载却是疑云重重 其中 有一家就认为 赤壁之战时 曹军只有五千人 对于曹操的失败原因 历史学家们也是众说分野 有人竟归咎于天秘 那么 赤壁之战 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 孙刘联军到底是如何打败曹操的呢 赤壁之战的成败得失 对于我们现代人 又有着怎样的启发呢 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 将《独辟蹊径》 为您精彩分析 赤壁遗云 这一集我们讲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是三国史上 一场有名的战争 稍微知道一点 三国人没有不知道赤壁之战的 这个要归功于罗冠宗 因为罗冠宗的三国演义 龙墨仲采 描述的就是这场战争 有人说三国演义这本书 是七分十三分虚 那么 唯独在赤壁之战这个问题上 它是七分虚三分十 赤壁之战这场战争 实际上在正史上留下的记载 非常之少 而且不乏矛盾之处 而遗留的问题呢 一大堆 有些什么问题呢 五个问题 第一 谁的战争 第二 规模如何 第三 时间地点 第四 过程结果 第五 胜败原因 这五个问题上 都有 依赖 以至于史学界多次爆发 新赤壁之战 那么我们 一条条地看 第一 谁的战争 也就是说 这一场战争原本是 潮流之战呢 还是 潮孙之战 应该说 在开始的时候 就是 建安十三年七月 潮操 南下的时候 他的目的是要夺荆州 罚流表 灭流背 这个目的 当潮操 夺取了江陵以后 应该说是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他为什么还要顺江东 下 他顺江东下到底是打谁的 那么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说是 一种说是打刘备的 孙权呢 被诸葛亮 鲁书和周瑜 拉下水了 还有一种观点呢 就是打孙权的 主张打孙权的观点的依据 主要是曹操写给孙权的那封信 而那封信我们知道 本身是可疑的 那么我的看法呢 应该说 他的顺江东下是打刘备 也打孙权 因为这个可以从孙权对周瑜的话 来做证明 孙权跟周瑜说 龚锦兄你带着军队 先走 打得赢固然好 打不赢 你回来 孤 亲自与曹梦队 决一时战 他是这样说的 这说明曹操的目标是孙权 如果曹操的目标是刘备 而孙权是被拉下水帮刘备的 孙权的话就应该这样说 龚锦兄你带着部队去看看 打得赢咱捞一把 打不赢 你赶快回来 咱不管了 刘夷周的死活了 他应该这么说 但是问题在于 孙权的这段话呢 是记载在江表传里面的 是不是可靠的 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先把它放下 第二就是规模如何 有一种说法呢 说这场战争呢 其实曹操只有五千 就是他追赶刘备 一路追过来的那五千 亲戚兵 亲戚兵 证据在哪里呢 证据在诸葛亮的话里面 诸葛亮对孙权说 曹操劳师远征 追赶刘豫州 一日一夜三百里 这追到这个地方来 已成了强弩之末 那么很显然就是指了 五千亲戚兵嘛 但是如果曹操的军队 只有这五千亲戚兵的时候 刘备见了周瑜 周瑜告诉他带来了三万人 刘备怎么会说很少呢 你三万加上刘备一万 加上刘夕一万五万人 对五千人还少啊 可见曹操这个时候不止五千人 而且周瑜传的证文说得很清楚 说曹公入京州 刘从举众降 曹公得起水军 船步兵数十万 这是三国志周瑜传正文记载 也就是说曹操这个时候 应该有几十万人 到底是几十万我们搞不清楚 学术界的说法有五十万 四十万 二十万 这样几种 就是我在上级也算过账 八十万打个对折四十万 再打个对折二十万 再打个对折也有十万 那么算这些账呢 是为了确定这场战争的时间地点 如果说五千人的说法能够成立 那这种说法是什么 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曹操啊 那个五千清齐兵 一日一夜三百里 从这个襄阳追到当阳 这个打了刘备一家伙以后 到了江陵 然后从江陵又赶过来了 赶过来以后呢 没想到这个时候 孙刘已经组成了联军 一家伙撞上去 一场遭遇战 所以曹操打败了 那么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 时间应该是建安十三年的十月 他很快吧 而如果说曹操这次战争的目的是要打孙权 那么他绝不敢只用这五千清齐兵 他一定要集结部队 他集结部队是要一个时间的 那么这场战争的时间呢 应该是建安十三年的十二月 第一点在哪里呢 决书界的意见 倾向性的意见 就是现在的湖北省福奇县境内 现在福奇县已经改名了 赤壁 不是在黄州的那个赤壁 就是不是苏东坡写赤壁赋和赤壁词的那个赤壁 所以现在湖北有一个说法 叫文武赤壁 文赤壁就是苏东坡写赤壁词和赤壁赋的那个赤壁 武赤壁呢 就是现在赤壁市的那个赤壁 是赤壁之战的赤壁 经过一中天现实的分析 赤壁之战的时间地点和任务确定了 我们关心的是 曹操与孙刘联军双方 是如何谋划这场生死存亡大战的 三国演义中描述的是 诸葛亮策划了火攻 确定了抗曹的战略 同时帮助周瑜草船借鉴 准备好了武器 而曹操则是在政治上 派强干劝降周瑜 同时在军事上咄咄逼人 大举进攻 然而初一交战 曹军竟然失败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历史上赤壁之战的过程 究竟是如何的呢 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 过程和结果 这个过程呢 三国演义是写得非常精彩的 从决策开始 一直到战争结束 当中很多很多故事 而且这些故事都已经变成了新的成语了 比方说蛇战群儒啊 这变成成语了 但是我说了三国演义在这个问题上是七分虚三分十 很多事情是没有发生过的 比方说蛇战群儒 这是没有发生过的 至极周瑜 也没有发生过的 还有这个周瑜 突然一天生病 诸葛亮去看他 什么在手心写个条子 这个欲破曹宫 虚用火宫 万事诛备 只欠东风 这也是没有的 但是都已经成了我们的一个口头禅了 等等是没有的 那么有些事呢 是有点隐的 比方说蒋干重计 这是有点隐的 为什么呢 蒋干这个人是有的 另外呢 草传借鉴这个事呢 也有一点隐 但不是发生在诸葛亮身上 是发生在孙权的身上 时间是在建安十八年 那就比赤壁之战更晚了 建安十八年的时候 这个曹操和孙权作战 那么有一次孙权架着船 到曹操的 这个营寨里面去看 曹操命令放箭 箭射到了孙权的船上 然后船就歪了 倾斜了 于是孙权下命令掉头 再让他射 又射箭 然后两边箭射得差不多 船就平过来了 孙权把船开走了 这是这么一个故事 它也不是借鉴 而且有人算过说 早船借鉴在技术上不可能 他都算过说要多少个草人 这些草人有多重 然后摆成一排有多长 要多少船才能够借到十多万支箭 等等等等 有人算过我也不会算这个 技术上是不可能 这个事我们也以后再说 那么实际的战斗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我把这个正史上记载的过程 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正史上的记载 比较可靠的是三国志的周瑜传 周瑜传的原文是这样的 也就是曹操带着水军从江陵顺长江东下 周瑜等人率领孙刘联军 从长江逆江而上 两家在什么地方呢 在赤壁这个地方相遇了 这个时候曹操的军队已经得了病 刚一交战曹军就败了 于是曹军呢 就退到了长江的北岸 乌林 乌林在哪里 在现在湖北省的洪湖市 而孙柳联军呢 就住在南岸在赤壁 那么 初一交战 曹操为什么会打败仗呢 四个原因 这个 张作耀先生的曹操评传这本书里面 讲述了这样一场战争的过程和胜败原因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 张先生提出来呢 这个曹操初一交战 失败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呢 就是记忆流行 曹军已经得了某一种严重的传染病 伤势的战斗力 第二个原因呢 是曹操军不惜水战 他本来是北方的军队 他不善于水战 第三个原因呢 是曹操料敌不周 没想到下来以后会撞上孙柳联军 轻敌了 第四个原因呢 是狭鹿相逢 因为曹操虽然人多啊 他主要使用的是水军 那么水军和水军打仗 它是在江上面 你江上面你人多有什么用的 就那么大个地方 你一个不习惯水战的 碰上了一伙习惯水战的 还是病人 肯定是打败了 就两军隔江相助 这个初一交战的战果呢 周瑜和诸葛亮都料到了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我们上一集讲的周瑜和诸葛亮 如何分析这个 这场战争 他们都料到了 比方说 舍长就短 是曹操的必病 他们两个都讲到了 都讲到了 不习水战 他们也讲到了 还有一条 我认为很重要的 就是战争的性质 曹操来打刘备打孙权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 是侵略战争 我们可以打个引号 因为当时不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所以只能打个引号 侵略战 那么孙权和刘备呢 我们要打个引号 自卫反击战 就孙权和刘备的军队是为了保家 为国而战争 斗志昂扬 而曹操那边呢 正如周瑜和诸葛亮说的 是疲弊不堪的人 率领着离心离德的人 所以初一叫战 这么多原因加在一起 曹操打败了 曹操虽然出师普遍 但是曹军已经是长途跋涉 到了长江边上 渡江塔屏东吴指日可 曹操当然不会失去 这次千载难逢 统一全国的机会 但是曹军大多数是北方人 水上的战斗力不强也是事实 于是三国演义中描述 庞统献祭 用锁链把曹军船舰连接在一起 这虽然是北方的军队 可以适应颠簸的战船 但是也给了孙刘联军 一可乘之计 于是赤壁之战中 最精彩的火烧曹军战船的计谋产生了 那么火烧战船的计谋 究竟是谁最先想到的呢 战败后的曹操 在华龙岛究竟有没有遇到关羽 初一教战 这么多原因加在一起 曹操打败了 打败了以后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已经是12月份 长江之上寒风鼎烈 舰船被波浪颠簸的 西外八流 而习惯了吗 不习惯坐船的这些曹操军队 再加上生病 可能在船上也是呕吐不止 这个时候曹操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把这些舰船连起来 把小船连合在一起 就变成一艘大船 他就不颠簸了 那么这个主意是谁出的 不知道 是曹操自己想出来的 还是曹操的谋士想出来的 没有记载 但肯定不是庞统 根据三国志庞统传 庞统根本就没有参与这场战争 没庞统什么事 也没叙述什么事 但是这样一个做法呢 给了孙刘联军可乘之机 这个时候周瑜的部将黄盖 就对周瑜说 今扣众我寡 难以持久 这扣众我寡 四个字也证明了 这个时候曹操人士多 他除了水军 把舰船连成一片 驻扎在北岸以外 他的陆军呢 也已经开到了 把银在 砸在这个岸上 可黄盖说现在敌人多 我们少 这样僵持下去不是一个事 但是我看他们把船连成一片了 那就有办法 可烧而走也 赶紧放他一把火 烧走 周瑜燃其迹 采了了黄盖的 记车 于是黄盖 诈详详 诈详这是有的 也派人送了诈详书 曹操呢 也把这个送信的人拿来盘问了一番 然后说你如果是真投降 那肯定我是重赏的了 上当了 反正是 于是这边呢 这个周瑜和黄盖 准备了几十艘船 船上的都装满了柴火 有胶上的油 然后在这柴火上的蒙了一块布 把柴火遮掩起来 船上的才插上旗子 大船后面呢 有系了一些小船 这大概是他们逃回来的那个船 那么碰巧某一天 突然刮起了东南风 怎么刮都不知道 反正不是诸葛亮借的 反正那天刮起来 于是黄盖的军队就上了船 往这个 北安走 挂这个翔旗 大船说黄盖投降来了 那么曹操的军队也非常高兴 都呼的一下 都跑出来 站在船上 站在岸上看 你看那黄盖 就在黄盖投降来了 投降来了 太好了 等个黄盖的船开到跟前 一起放火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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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着的船 撞着曹操的船 借着这个强劲的东南风 从曹操的水寨 一直烧到了曹操岸上的 陆军的淫寨 那这时候出来看热闹的这些人呢 有的着了火 被烧死了 有的怕被烧死 跳水 又被淹死了 也知道他是北方人呢 水性不好 狼狈不堪 朝朝一看就没救了 下了道命令 放火 我们也放 没烧着的船都给我烧了 反正要走人了嘛 这船不能留给 刘备和走鱼啊 咱自己烧吧 撤 撤 然后撤的非常的狼狈 从哪里走呢 华荣道 当时华荣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北风鼎烈 道路 离领 估计的还刚下过雨 人根本就走不过 曹操只好下一道命令 让雷兵 覆草 田路 什么叫雷兵呢 就是那些弱的 可能是本来就是体弱的 脑弱病残 也甚至可能是伤病员 或者是得了这个传染病的这些人 让他们背着草去填这个路 路还没有完全填好 曹操的骑兵就冲过去了 结果这些覆草填路的雷兵 被曹操的骑兵 踏在泥林里面 死于非命 非常之惨 这个事情呢 反映了两点 一个是曹操逃亡的狼狈 什么都顾不上 第二点 确实曹操这个人心太狠 出于这个人道主义的考虑 他这个时候应该做的是 自己的精兵断后 让伤病员先走 但是那个时候 好像没有人道主义观念 曹操就更没有 曹操怎么会有人道主义观念 他为了自己的成功 从来是不惜别人的生命 这以后我们还要再说 那顺便说一句 关羽没堵在华龙道上 这个事情也是没有的 这就是赤壁之战的全部过程 赤壁之战 曹操最终以失败告终 正如易中天先生说 当年曹操打败袁绍 是因为有一面正义的旗帜 而打东吴集团 则是一场侵略战争 所以败了 然而也有人认为 曹操拥有绝对的优势 输给孙刘连军 完全是天命 那么易中天先生认为的 曹操赤壁之战 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按照这个观点 曹操在赤壁之战中 究竟犯了哪几个致命的错误呢 曹操又是如何一步步 从具有绝对优势 到大败而逃的呢 从这里面呢 裴松之总结出 曹操战败的两个原因 裴松之的这个总结在哪里呢 在三国志甲许传的柱里面 既不在吴祖传 也不在先祖传 也不在诸葛亮传 也不在周语传 鲁士传 是在甲许传里面 裴松之是这样说的 他说赤壁之败 盖有运术 时有极异大心 以损林立之风 海风自然 用成焚儒之势 天时为之 几人是哉 那么按照排松之的这个观点 就曹操之所以在赤壁之战 吃了这么大一个败仗 第一是由于他的军队遇上了飞点 或者禽流感 得了一场我们现在说不出名字来的 大面积感染的流行性的传染病 那当然 第二呢 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一贯刮西北风的冬天 会刮起东南风来 实在是运气不好 所以裴松之说 天时为之 起人是在 这是天要灭他 不是他自己有什么错误 但是这个观点呢 我们不太同意 我觉得这场战争 曹操的失败 有客观原因 也有主观原因 而且曹操的主观原因 还很重要 这个问题 参照张作耀先生 曹操评传里面提出的观点 还有参考学术界的其他观点 我来分析一下 曹操失败的原因 当然也是我的个人观点 仅供参考 我们知道曹操发动这场战争呢 本来是有优势的 有什么优势呢 四个优势 第一 曹操携天子 而令诸侯 诸侯不敢与之争锋 这个叫做 政治上有优势 第二点 曹操夺得荆州 威正四海 许多人 闻风尚胆 曹操 有心意上的优势 第三个 曹操夺得荆州 势如破竹 军行振奋 以振奋 新胜之师 战文风尚胆之君 有气势上的优势 第四点 曹操人多势众 孙柳联军 相对人数较少 曹操有军事上的优势 所以曹操原本有四大优势 他才敢顺江东下来打 刘备和孙权 那么为什么失败了呢 我认为根本的原因 在于曹操的战略目标不明 就是到现在 我们说了半天 连我们的都没有弄清楚 他到底是来打刘备的呢 还是来打孙权的 所以以至于 我现在怀疑恐怕他自个儿都不清楚 他当然主要是想打刘备 也起了一种心思 顺便打孙权一下 胃口太大了 贪得无厌 他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把目标锁定在刘备身上 如果把目标锁定在刘备身上 他就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在当阳大败刘备以后 趁胜追击 我们来看看地图嘛 当时是怎么样的呢 是曹操从北边 通过晚城 设县 往南进军 到了新野的时候 刘重就投降了 然后刘备在凡城 慌慌张张 渡水到襄阳 然后往南跑 带着很多人 一天走十几里 曹操五千亲戚兵 一日一夜三百里 追上来在当阳 大败刘备 这个时候刘备往哪儿跑 他追呀 他跟刘备居然分手了 刘备挟区汉京 然后跟着鲁树啊 诸葛亮啊 张飞啊 赵云啊 还有前来接应的关羽啊 一起到下口去了 曹操的跑 往南跑 到江岭去了 如果把目标锁定在刘备身上 这个时候应该蹭蹭追击 在刘备跑到下口之前 把他灭掉 顺便把鲁树也俘虏了 他没有这样做 没有这样做 也还来得及 他可以在到了江岭以后 马上掉转头 再去追 至少可以赶在 孙刘联盟行程之前 把刘备业 他也没有这样做 他到了江岭以后呢 停下来了 停了多长时间呢 两个月 干什么呢 安抚 荆州投降的人 做政治思想工作 那么这个工作呢 也是该做的 不能说他不该做 但是你既然到了江岭 而去停下来以后 你就干脆多停一段时候 你就干脆接受采纳贾许的建议 贾许什么建议呢 说你这个时候不要顺江东下 你应该把这个地方安抚好 采取怀柔政策 让荆州的市民都真心诚意的归顺理 到时候江东不战而降 他不接受 两个月以后又上路了 坏就坏的这两个月 这时间叫做不长不短 如果你停留的时间短 你可以急迫刘备与孙刘联盟之前 如果你停留的时间长 你可以做好充分的准备 等来年开春以后 不管北风不生病的时候 你再去打嘛 一个错误的事件 发动一场错误的战争 就算这些都做不到 他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自己在江林待着 派什么朝人啊这些人 另派大将率步兵进攻下口 即便不能把刘备消灭 你也能把刘备堵住 或者逼着刘备往南跑 去投奔仓武太守无拒 那也比他投奔孙权好啊 或者你的部队 你来到下口 甚至你可以进军反口 你把这个地方恶守起来 对孙权也是威慑力量 说不定这个联盟就搞不成了 搞得成 他的军队也不会来到赤壁啊 他也没有这样做 这些事情曹操都没有做 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以曹操这样一个军事 大家怎么会犯这样一系列的错误呢 很多学者的结论是 骄傲轻敌 由于骄傲轻敌呢 他对孙刘联盟的估计不足 他总认为孙权会像公孙康一样 把刘备的人头给他送过来 他没想到孙权不是公孙康 此时也不是彼时 曹操前妻之所以在中国北方连续取得胜利 是因为当时群雄割据 互相争斗 曹操收了余翁之力 现在他把这些诸侯都收拾完了 只剩下刘备和孙权了 他们能不联合吗 他们不联合就是此路一条啊 他必定是铁了心联合起来对付你 曹操没估计到 所以说曹操之败在于骄傲 孙刘之胜在于联盟 至于其他的问题说什么 没有估计到会寡东南风啊 那些都是小问题 另外呢 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可能是小原因 就是年龄 这个是吴晗先生指出来的 吴晗先生说赤壁之战的时候 孙权27岁 诸葛亮27岁 周瑜34岁 鲁肃37岁 曹操54岁 吴晗先生说赤壁之战是被进攻的打败的进攻的 挨兵打败的骄兵 所以赤壁之战也可以说是周瑜打败了曹操 34岁的打败了54岁的 不过曹操虽然老了 败了 孝傲江湖的英雄本色 依然故 曹操从华荣道冲出去以后 又笑了 大家问他说 丞相为什么要高兴呢 曹操说 哈哈 刘备 无仇也 刘备确实是我的对手 可惜的是 他动作总是晚了一点 他如果在这个地方埋下伏兵 堵起来再放一把火 我们这些人骨灰都没有了 这一回 战败的曹操他又笑了 那么他能笑到最后吗 请看下集 半途而废 这是一个三足鼎逼的舞台 这里曾经走过一批 个性张扬的英雄 然而 这又是一段被演绎笼罩的历史 三国究竟是英雄的传奇 还是智者的底拼 穿透演绎迷雾 纵览历史风云 敬请关注 一中天拼三国之 大江东去 大江东去 有没有 人 存 感谢观看